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加坡的天气炎热 但是崇尚潮流和注重生活品味的男士 还是喜欢穿着西装去上班和赴约 这样一来不但比较得体 而且还可以显示对别人的尊重 最近在岛国定制西装让了起来 有个年轻人开启了定制西装的品牌 因为传统的绅士风度 添上了新的注脚 西装对男生来说 就像女生要有高跟鞋这样 你可能每天都穿高跟鞋 可是你需要的时候一定有一套可以穿的 今天主持人庆凯去拜访一个在家为别人打造 绅士风度的年轻创业者 嗨 哈喽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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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 24岁的黄耀德 是南洋理工大学工程系的学生 平时在家除了读书以外 耀德也喜欢缝缝补补 他的针线魂绝不比一般女生逊色 中学时他修读家政课 特别喜欢缝纫 妈妈教你怎么去缝纫的 对 我是要逼她教我 对 因为她一直觉得就男孩子不能车 那为什么会对就是裁缝 这毁是有兴趣 对男生来说 西装可能就是最体面的 你再简单一点就可能就是衬衫 然后就剥落T恤 然后就T恤 所以你要学的话就学那个最难的 可是现在还在学习当中 要真的车的话 可能要10到15年的功夫 对 所以妈妈来一步一步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不懂能不能给人家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做给自己钱 要给别人的你一定要做到一个地步 他们看了就觉得 他们还了那个钱是值得的 你做久后 你做错了 你才会知道怎么学习 大约两年前 耀德和朋友一起创办了 自己的西装品牌绅士先生 为男士提供登门量身定制西装的服务 当初你在设立这个品牌 主要的触发点是什么呢 年纪比较大的裁缝师 他就跟你说他不要你穿太紧 所以他硬硬就是跟你说这样就好看 可是你买回家你就不喜欢 所以我朋友就说 如果我们能做这个服务 就给人家上个量身定造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轻 对时尚方面的那个讲究 可能比你比较老前辈的好一点 耀德为顾客量身定制的西装 价格介于420到590新元 面料主要采用混纺和金纺羊毛 羊毛的成分越高 价格就越贵 他的客户大都是专业人士和在籍大学生 耀德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 现代人对绅士应该有新的解读方式 他说整装出席活动 不但表示对别人和场合的尊重 更体现个人的独特衣着品位 甚至可以营养时尚 如果要看起来比较休闲时尚 该穿怎样的西装会比较好的 颜色来说 我建议是找这种比较浅灰的 浅灰的比较好看 我们就算粉红色也是喜欢 就要穿粉红色 一定要穿很浅的粉红 如果你买那种比较 就跟灰色跟深蓝一样 就没有什么特别 要穿就要穿一些 看起来就觉得在哪里买 我想问你哪里买 新加坡的气候炎热 所以耀德以丝绸缝制西装的内衬 这样穿起来 就比传统的西装凉快舒适 这个是一半的 你可以发现到 后面这边其实没有 所以它们穿起来会比较凉 没有那么热 我看到这边也有一些巧思的地方 有一些刺绣的文字 既然是凉身动造 就可以刺你的名字上去 颜色能出现那个方面 只是说 可是它的款式 它的那些普通的造型 来说就比较复古 所以就三个扭扣 三个扭扣 其实现在真的是很少看到的 所以三个扭扣 你一定要扭的就是中间那一个 一定要扭 然后下面那颗就一定不要扭 听起来也像帮顾客做造型 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个造型师吗 倾向造型师 以造型师的角度来跟你说 其实当天你可以打什么领带 什么领结 衬衫可以穿什么颜色 鞋子穿什么颜色 要得上门不止为客户量体寸 还提供意见 协助他们选择适当的面料 然后要得把资料发到曼谷 交由当地的裁缝师缝制 如果不合身 要得便进行修改 一套西装大约需要 三到四个星期完成 每一套西装都是跟着你的身形 剪出来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身形 所以可能你可以跟你哥哥 身形差不多一样 可是穿起来可能会不舒服 有人说 西装就像是现代绅士的铠甲 穿上西装可以提升男士们的气场 虽然要得没有正式读过服装设计 但是他不仅无师自通 而且还愿意上门聆听顾客的需要 分享穿西装的学问 也借此让各多男士们传出个性与时尚 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潮流服饰 像西装外套 不过在不同的年代 流行的款式和颜色都有不一样 是的 而本地的服装设计业 也曾经有过一段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 南洋艺术学院的讲师 陈安东尼来跟我们谈谈 新加坡服装设计史的发展历史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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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在影片看到这位学生黄耀德 你觉得像现在 像他一样在本地新一代的设计师多吗 其实你要说多的话 其实是有 只是比较少平台让他们去展现他们的作品 比较少零售店愿意给这些新人一些机会 去销售他们的作品 那么这个相关的领域的学生 如果他因为你说的一些条件的限制 他们会从事一些别的什么 其实其他行业是有的 比如零售业或者服装采购业 或者形象设计 这些工作都能让他们有去 有机会去展示 展现他们的才华 只是设计师方面比较少一点 为什么这个服装设计圈子会越来越小 也是因为本地没有 那个构造业来支持他们 我们的制造业真的是 几乎是没有了 那些比较有料的师傅也渐渐变老了 很多都演化都不愿意做这行了 所以比较少有那个构造来支持他们这个行业 是 不过 不过 本地有辉煌的时候 曾经 对 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 其实是很辉煌 其实我那时候也刚刚出 刚刚闭完页出来 然后如果要 就是自己要出一个品牌的话 其实很容易 因为有很多 有几乎有蛮多 商店是愿意 带 怎么讲 愿意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设计师 展示我们的作品 做自己的品牌 展示在他们店里面销售 然后也有很多制造业来支持我们这个行业 也很容易找到裁缝师是吗 当时 对 那时候很多 那时候很多 政府的资助呢 政府资助也有 那时候政府也在积极推广本地设计的作品 不只单单是在时装上面 然后就是在提倡新加坡设计的物品 然后那时候也在大力推广走出新加坡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得到很多这方面的支持 也是乌杰路强盛世纪 那也是 那也是 那看看80年代流行的服装 它有什么特点 那时候当然是 店间 店间很流行 因为那时候 男女都店的吧 可是女性比较多是因为 那时候女性刚刚受到重视在职场上 对 很多高职位 高领域的工作 由女性来当当 然后为了跟男性有一点平起平坐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开始穿西装 可是他们的西装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颜色方面会比较女性化 然后店间也店得比较高 学得很强悍 对 就是职业女性 就是店间还有西装夹克外套 那90年代的时候 也还算蓬勃吗 也算了 90年代其实走得很强烈的个人风格 然后就是 比如那时候很盛行的Spice Girl 她一出现就很多小女生 女生都愿意仿效她们的穿着 Spice Girl 辣妹合成团 对 因为她们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 所以你要 她有小妹妹 她有辣妹 她有自我风格很强烈的那种感觉 所以变成很多女性都愿意展现出她们的个人风格 是 好像也有一些装扮是比较中性一点 有一点嘻哈风 对 嘻哈风那时候 因为嘻哈音乐也是很盛行 所以就变成宽松衣服就大家都爱穿 因为可以很轻便 很不用用头脑去想 然后就也不用怕身材走样 因为都很宽松 是 那么后来本地品牌就很可惜慢慢就减少了 对 那么你觉得现在进入现在这个时代 或者未来的这个趋势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现在网购是盛行 网购是最有利的一个行业 那对设计师来说机会大吗 会更大吗 你觉得 还是 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消费者对设计的要求没有这样讲究了 因为网购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他今天买的东西 他可能明天就不流行 他就 或者有新的物品出来 他就洗心厌旧 是 这个洗心厌旧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 我们谢谢人自己 谢谢 设计师的工作的确不容易 像刚才短片当中 大学生设计师他帮男士们量身这个定制西服 其实非常好工夫 没错 那量体裁衣只有凉的准确才能做出合身的衣服 那明天是星期五 明天是星期四 我们试诚有约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